若是能够多引来一些,那便更多一些送人头的,届时喜结一波,定是能够有不小的收获。 在阵法笼罩的捧月谷之内,近千道身影摆出大阵,元气不断地攻击给大阵,不过似乎都好像只是在躺壁挡车罢了。 大阵总归是在董虎一众的攻击之下,逐渐变得薄弱,众人苦苦的支撑也是无济于事。 除了伤亡的百鱼人,还是有不少身影盘坐调息,显然都是之前受了不轻的伤,还在调养伤势。 培灵天下,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,大阵要被破开了。 一旁皆是面露交集之色,对方乃是两支队伍整合,天河海的实力自然是不必多说,而万魔殿更是强大。 万魔殿人数并不多,但个个都十分强劲,至少在同样的境界里,却有着碾压对手的实力。 而白铃也是不例外,三星斗神的实力依旧被董虎碾压。 白铃眉头紧皱,看着周遭一众面色焦灼的众人,深吸一口气后,便是缓缓说道, 一会儿,阵法若是破掉之后,我会全力阻拦,你们分成小队,四散撤离,以最快的速度,找到我们别的队伍。 众人闻言之后,面色一片阴沉,皆是听出了白铃这是要舍生取义,以自己去为大家博得逃离的时间。 诸位不必惊花,作为队长,带领你们来到这里,身陷危险之中,我自当是应该负责,也是因为我的大意和傲慢,才会被如此埋伏,导致死伤惨重。 白铃面色难堪,叹息开口,众人沉默,眼中皆是露出了惋惜,这种情况也是无可避免的。 就在此时,阵法之上破裂之声响起,令得众人纷纷抬起头去,目光注视过去,大阵之上已经出现了裂缝。 此时还能看到身影,以极快的攻击速度,疯狂地对这大阵狂轰滥炸。 出现裂缝之后,大阵便是如同玻璃一般,裂痕迅速扩散,然后便是在众人的注视之下,轰然一声,全部爆炸了开来。 大阵坚持了数日之后,终于在不断的攻击之下,被彻底击溃了。 顿时间,山谷之内的众人便是暴露在了所有充满沙发的目光之中。 远端的董虎看见这一幕,便是宁笑着说道, 真是可惜,这龟壳大阵固然强悍,但还是没办法在里面躲一辈子吧。 斗神联盟也不过如此,什么齐殿下八殿下的,只不过是一群自视清高的废物罢了。 他的身体之上,强悍的元气缓和涌动,裹挟着强大的压迫之力。 董虎的模样,似乎没什么耐心,准备直接动手了。 捧月谷之中,白铃眼神伶俐,他知晓,现在退缩已经没有了意义。 若能分成若干小队,强行突围,否则断然是没有生机可言。 大家按我计划行事,没有退缩可言。 白铃站起身来,周身元气涌动,而在他背部彼岸花的纹路之上,此刻泛起了盈盈之光。 背部的滚烫,白铃也是察觉到了异常,似乎有一股力量在不断地冲击着。 能够成为彼岸花,没有这般简单。 白铃也觉得古怪,自己无论怎么努力,实力精进极慢。 也至于在漫长的岁月当中,他的实力始终是在原地踏步,或许和身上的彼岸花的图腾有着关联。 你这般状态,莫非还想和我斗上一场? 我劝你就不要再挣扎了。 实在不想脏了手,像你这种货色,在我万魔殿一抓一大把。 也不知道斗神联盟为何现在越来越刺了。 董虎见到站起身的白铃,嘴角便是上扬,浮现一抹冷笑。 然后,他的眼神便是完全冷立了下来。 不再废话,脚掌向前一踏,重重地踩在虚空之上,身形确实如同炮弹一般弹射而出。 而就在这时,在他脚步踏出的一瞬,忽然有一道急迟的光芒,裹挟着破风之声响彻而至。 黑光仿佛穿过了虚空,角度刁钻狠辣,直指董虎。 董虎眼眸猛然一缩,身形不得不强行逼回,往后倒射。 咻的一声,光芒从他额间闪掠而过,切断了他数根发丝。 尖锐的破风之声令人心惊。 谁? 董虎脸庞之上泛起了惊异之色,抬起头来,看向光芒略来之处,目光所及,在林中出现了不少身影。 不过此时,却是众多目光注视下,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之上,一道身影彼之而立,嘴巴一张,光芒飞回了他的口中,修长的身影平静而显得霸气外露。 捧月谷之内,白铃以及众人也是看了过去,这一看,众人皆是瞪大了眼睛。 显然谁都没有料到,最先支援过来的人竟然是这位。 哪个不可眼的混蛋找死? 董虎顿时震怒,眼神充满了肃杀之意,看向了远处的身影。 山峰之上的身影,看着捧月谷之内的白铃,然后才看向了董虎。 微微一笑,嘴角上扬,随即说出来的话语,也是令在场的几千人都要静上一静。 哼,这位不开眼的东西,敢招惹斗神联盟? 你们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,不知天高地厚吗? 这里古术已然不多,大部分都是峡谷山峰。 众多目光皆是汇聚在了这座不算太高的山峰之上。 各个目光惊愕地看着出现的这道身影,显然更是被其所言给惊到了。 董虎自然是不知道他的身份,而捧月谷之内的众人,包括白铃在内,却是眉头微微一皱。 白铃立刻站起身,看向了远处的萧炎,贺声喊道。 萧峰殿下,快去找员兵,他们很强。 萧峰殿下。 他们谁都没想到,第一个赶来的竟会是萧炎,让他们的希望瞬间又变成了绝望。 三星斗神的七殿下白铃都没办法抗衡地存在, 萧炎不过只是一名二姓斗神罢了。 凭他的实力,怎么可能会是童虎等人的对手呢? 更何况,萧炎底下不过只有百余人, 人数上更是显得堂壁挡车, 当真是前来送菜的吗? 哼,殿下! 董虎听见了捧月谷之内白铃的喊声, 不光便是缓缓地抬起来, 看向了远端身形笔直的萧炎, 缓缓地说道, 有气有气啊, 斗神联盟看来真是落寞了, 管他什么东西, 竟然都能成为殿下了。 董虎的嘴角缓缓地向上扬起, 一副极其轻蔑的表情, 很是不屑。 二姓斗神的这种实力, 即便是放在任何一个上等界空, 都不可能成为天骄或者领队, 竟然在这斗神联盟之中, 还是一名殿下。 真是有些难以置心啊。 董虎远远地看着萧炎, 语气虽平缓, 但却蕴含着森森的杀意, 继续说道, 一若跪下认错, 主动交出流离元气, 顺便再留下一条手臂, 或许我能慈悲一些。 此时在远端的围观的众多势力, 即是窃窃私语, 议论着这里所发生的事情。 他竟然也是斗神联盟的店主。 若是寻常势力, 二姓斗神也算正常, 可偏偏这斗神联盟二姓斗神, 也能当上店主。 可彭月谷之中那群人喊得很清楚, 不会有错。 暂且不知道具体情况, 不过眼下看来, 此人勇气可嘉, 形势却是鲁莽了一些。 万魔殿这董虎, 营盛可是极大, 就算是斗神联盟, 今日也有可能要栽在这里。 在所有人看来, 境界便是衡量实力最大的一个标准, 即便知晓底蕴之间有差距, 但是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, 底蕴也是难以弥补的。 众人看来, 今日就算是名头足以让这个虚无海震慑的斗神联盟, 也算是遇到了对手。 再加上这么一位二星斗神的店主, 今日的局面恐怕是难以挽回了。 在众多质疑目光的注视下, 萧炎脸上倒是挂着微笑, 他未曾去理会那童虎, 而是直接将目光投向了捧月谷之中的白灵, 然后说道, 白灵兄, 看样子应该没什么大碍吧? 白灵摇了摇头, 看着萧炎一脸轻松的模样, 似乎认识以来, 无论是什么情况, 萧炎永远都是这么一副唯恐不惊的模样, 淡定的笑容令人无法看穿其所思所想。 不爱, 萧峰兄, 得当心一些。 白灵自然没有叫主公这样的称呼, 有外人在的时候, 白灵还是注意到了称谓问题, 没事变好, 这群杂碎是哪里来的? 萧炎笑了笑说道, 实则未曾想到, 被困主发出求救信号的竟然是白灵, 幸好自己及时赶到了。 万魔殿和天河海。 白灵和萧炎隔空对话, 将万魔殿和天河海视为无物, 令得董虎越听头上的青筋抱起得越厉害。 白灵直接腾空而起, 千余人也是跟随白灵的身形, 此时董虎便是向前一步, 强悍的气势便是生生地封住了白灵的去路。 斗神联盟的两个废物还在这里大放厥词, 也真是不嫌丢人。 那边那个二星斗神还用不着我来对付, 董虎,他们就交给你天河海了, 鼓里的就交给我们, 不用手下留情, 全部杀了。 董虎沉声说道, 董虎闻言,眉头微皱, 显然不太喜欢被人指指点点的感觉, 不过未曾多说什么, 目光阴朗地看向了远处的萧炎, 似乎只要是斗神联盟的, 他们眼中都蕴含着浓浓的仇恨。 动手吧, 董虎也只轻声喝道, 他身后便是见到足有几百道身影浮现, 人数上完全碾压萧炎这里百余人, 不过仅仅只是人数碾压, 萧炎虽然这里只是百余人, 但是各个实力皆是强悍, 没有一个软蛋, 斗神联盟这种庞大资源培养出来的人, 个个都是天骄, 就算以少敌多, 一时半会儿也不会轻易溃败。 萧风殿下, 此人三星斗神, 他便交给我吧。 此时, 队伍之中便是有人顶上钱来, 愿意主动帮助萧炎, 而萧炎则是摇了摇头说道, 三星斗神都对付不了, 那岂不还真丢了斗神联盟的脸, 其他人交给你们了, 此人交给我。 萧炎看着爆裂而来的葛林, 以及身后的数百人, 也是丝毫不惧, 身上的元气, 开始缓缓涌动, 左臂微微用力, 其中传出轰轰之声, 仿佛有着强大的力量, 在其中流转一般, 这正是遵上传承的轰神壁。 对战凌风华的时候, 未曾动用, 但是力量却是一直在积累, 恰巧还未散去, 正好在这里或许用得上。 葛林表情平淡, 冰冷的眼神却是充满了杀意, 显然对萧炎也起了绝对的杀心。 裹挟着破风之声, 便是朝着萧炎掠来, 其衣袍鼓动, 雄魂的神之元气, 便是宛若风暴一般席选开来, 令得周遭带来了强横的压迫感。 自其体内散发出来的神之元气, 呈现出暗灰色, 散发着一股彻骨的冰冷, 令人背后发凉。 葛林眼中有着灰气流转, 双掌一探, 手中便是出现一柄纤细之剑, 刚柔并济, 手臂一震, 宛若灵蛇一般, 抖动出波纹的剑身, 朝着萧炎狠狠刺来。 空气仿佛都被刺穿, 汹涌的元气, 灌注在了剑身之内, 剑影略来, 萧炎身形移动, 化作残影。 剑影刺在了萧炎的身影之上, 不过却是穿透而去, 因为刺到的只是一道残影。 被萧炎躲掉这一线, 威力却是不减, 形成了一道剑气, 轰然一声便是洞穿了下方的山峰。 直接在山峰之上开出一个巨洞, 山峰失去支撑, 也是垮塌而去。 葛灵依旧面色冰冷, 细腱继续一转, 朝着萧炎呼啸而去, 而萧炎身形依旧是道道残影。 葛灵始终没有抓住过萧炎的真身, 渐渐地, 他开始有些恼怒。 不过在众人看来, 一味地逃窜终究没有什么意义, 没办法还击就只能躲避, 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方。 但玄疾在葛灵上扬的嘴角便是知晓, 葛灵似乎故意放水, 这是在戏耍硝烟。 葛灵, 速战速决, 不要浪费时间, 尺力碾压, 直接将其灭了。 董虎有些不耐烦地说道, 看着追逐的二人, 急什么, 杀得太快, 没有那种杀人快感, 有些人得慢慢杀, 特别是斗神联盟的人, 都该死。 葛灵说着, 面目逐渐变得猙獰难看, 显然, 天河还与斗神联盟 有着不共戴天之仇, 以至于葛灵如此痛恨斗神联盟的所有人。 脸庞之上浮现出森然的笑容, 脚枕猛然一跌, 脚下空气瞬间炸裂, 裹挟着音爆之声, 他的身影也是化作了一道残影, 直到现在, 他终于要认真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, 本集播讲完毕, 感谢您的收听。